一早就有不少民眾錢來找工作 因為最新的調查 台灣25歲到29歲的年輕人 去年失業率高達9.2% 創民國100年以來新高 一般小餐廳來講 它的待遇可能沒有這麼好 如果大餐廳的話 那主要會卡到我想要 就是將來想要進修的夢想 其實他們不是不願意找工作 像是另一位21歲的蘇姓男子 一年多找了7份工作 還被騙去賣塔位 工作不穩定 常沒有收入 事實上北市求職大不易 今年上半年統計 六都20至24歲青年失業率 台北市16.44%居冠 新北市7.53%最低 北市相當於新北的兩倍 新北它有比較多 像工業區的這樣的一個發展 所以它會提供一些相對門檻 會比較低的一些工作的類別 躲在家不出門邊上網邊吃泡麵 是許多待業青年的處境 求職一再碰地 也使尼特族越來越多 年輕朋友他之所以會失業 第一個就是薪資太低 第二個就是他的 因為學用上的落差 第三個就是他找到這份工作 他覺得跟他自己並不適合 第四個就是普遍在台北市 家庭相對的會比較富裕些 所以有了家庭的支撐之後 也使得他在找工作 他可能會比較挑剔 想找到自己的天職 無可厚非 但時間寶貴 青年更該把握青春 讓自己在工作中成長 多年產業新聞 劉宇軒黃福祥台北報導